古曲这个形式这些年有点落寞 另外呢 他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天津北京去 实话实讲 哪有说是跑外面巡演去 从古曲社正式开业 到如今的全国巡演 短短几年的时间 老郭将一个从没有走出过天津的曲种 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截至目前 古曲社次次学员达三十余位 上至铁片大鼓 京韵大鼓 梅花大鼓 河南坠子 下至三贤儿 杨琴 四胡 琵琶 2024年开年 德云鼓曲社全国巡演 从宝定到呼和浩特 南来北往共计十五个城市 演出圆满成功 台下欢呼声叫好不断 看到这一幕 有谁会想到 作为传统曲艺 鼓曲这一行业 一度面临 冰临失传的境地 胡自艺老师 就曾用后继无人 来形容鼓曲的现状 后继无人曲 可以这么说 别说我的下一代 我们这一番的下一代 没有一个 叫孩子干的 我们现在要整整曲艺员的 就是光是曲艺 没有年轻 一个年轻就找不到 有几天不见 哎呀这个汪大没来 李大没来呢 有几天在里边 你再问吧 没了 因为不受年轻观众的喜爱 学习鼓曲的年轻人 也越来越少 这些传统曲艺 也慢慢地走向了没落 如果没有郭德纲再过几年 这些老先生一身的本领 真的是后继无人了 2024年3月29日 白派京韵大鼓 第三代演员李树胜 老先生 驾鹤西去 三年前79岁的老先生 曾在鼓曲社开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鼓曲社专场演出他鼎力相助 他希望鼓曲好能够传承下去 先生的离开 也让人想到了郭老师曾说的那一席话 我是眼看着这个行业 就这个状态下 我觉得要再不做的话 可能前景不太美妙 现在我老说 我说现在还来得及 因为老艺人们 老前辈们 也就是这些人 可能再过个些年 可能就没有这么丰富的这些个 前辈的资源 金王大爷怎么没来啊 再一问 没了 真的到那个时候 鼓曲再想要发展起来 真真的是难于登天了 从德云社创立郭老师 一直都没有放弃过鼓曲 经常会举办一些鼓曲专场 赵同光老先生 每周都会从天津赶往北京 不计名利不辞辛苦 只想为鼓曲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可传承哪有那么容易 2011年 赵同光老先生嫁鹤西去 师娘王慧悲痛不已 时至今日 提起赵同光老先生师娘王慧 仍气不成声 我记得有一年 我记得是8月15 然后老师在北京有个演出 他到了家以后 就问我 闺女你吃饭了吗 我说还没吃呢 然后老师就拿出来钱说 闺女我带你吃饭去吧 虽然有重振鼓曲之心 但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没能重新振兴鼓曲 可郭老师回首过往 想到爱妻的种种 郭老师问师娘 还想唱吗 师娘回答 不听见想想还行 一听见就不行了 郭老师爱相声京剧 他怕相声京剧完了 师娘爱鼓曲 他怕鼓曲完了 依稀记得 郭老师在鼓曲社开业的那番话 鼓曲是咱们传统文化的味道 但是现在因为眼门 确实比人来凋零一些 闲尸的岁数也都大 没有谈的就没有唱 没有唱的没有听的 你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这门也就算是完了 所以我们想又想 觉得呢 可以悲悲感忘忧活 不管怎么说 像好了 鼓曲也应该好 所以我们就弄了这么一摊 希望各位医师父母 多多的支持 跑到我们的投影鼓曲社 好 哪怕郭德纲一路走来吃尽了苦头 但他也想再为鼓曲点亮一盏灯 郭老师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让晒水衣的汉味和过期的油彩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令人窒息 鼻腔里的味道不是窒息 出头之日的遥遥无期 才是真的窒息 相比于相声和京剧 鼓曲更加让人看不到光明 京剧有专门的院团力宝 但鼓曲没有 只有一帮喜欢鼓曲的老前辈 鼓曲社筹备的消息一传出 也让一个又一个的老前辈欣喜若狂 一找就激动了不行了 弄弄就哭一包老太太们 太感动了 二十年没唱也没人找过我们 没人搭理我们 那时候给钱不给钱都干 有了老前辈的门托底 也给老郭带来了许多的信心 鼓曲社也迎来了自己的首个专场 河南坠子 铁片大鼓 梅花大鼓 这些尚在的老前辈 齐聚天金 就差摇旗呐喊 使出浑身解数 只想为鼓曲的发扬光大出一份力 好呗 来到了 就等你了 太好了 在一句一句的喝彩中 鼓曲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原来鼓曲不是没有人听 而是缺少这样舞台 如今鼓曲不但登上了天津春晚的舞台 还走出了天津 在全国15个城市开办了专场 但如果没有郭德纲鼓曲 想要重新发展起来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李银飞曾在舞台上说过 怀念十几年前 在舞台上玩命演出的郭德纲 如果之前是玩命的话 现在玩的就是钱 时至今日 鼓曲的上座率都不高 票价也非常的便宜 而且还是站着周末下午的黄金 时间 要是此时间换成相声演出 肯定会裁员滚滚 德纲社家大业大 大到跟专业院校合作招收鼓曲学生 学至三年 全程免绝费 毕业之后能力突出者 可以直接到德纲社上班 我们讲法第一 要把老先生们的艺术继承下 第二 要有人继承三 要给他们市场 要让这些人能够活得好 那么好你在这儿 毕业之后 只要水平过得聚 德纲社能要 你算是有一工作了吧 先要稳定艺人的基本生活 它指着这个能养家糊口 学习鼓曲能让孩子们吃饱饭过得好 鼓曲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学习鼓曲的孩子们将来会有出头之日 家长们才能放心让孩子学习鼓曲 郭老师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不但提供演出平台 还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 一次又一次地带动鼓曲社的发展 哎不那么麻烦 你没去过你 说的是一切 珍惜吧 孩子们 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好的观景 都去你过去 咱们待遇 所有一切一切 你们孩子们 你们不知道 你们没进过 在团体里待遇 有也需要个别待遇 一样 我也从你们这些说 在团体里面 零口 想那么多 在团体里面 结在那里面 没有过 没有这种真心 韩宝丽老师的一句又一句的珍惜吧 孩子们 不仅是看到了鼓曲的希望 更是褒奖郭老师 对于鼓曲发展所付出的功德无量 对于传统文化 最大大不过后继有人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鼓曲不但能走出天津 更会走向世界 在郭老师的带领下 发展得越来越好 迎来属于鼓曲的灯彩佳画